哈喽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又来到了后山 因为我们后山啊长了好多这个奇怪的植物 今天想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 它在开化的时候就是特别像那种魔芋 所以很多朋友呢就误以为它是魔芋 实际上啊它是男蛇棒 在这边有一颗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种植物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它接了果子啊上面是一粒一粒的这种哦 这里就有两颗它的花呢已经卸掉了 它的果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等它成熟了也哈 果子跟个彩虹一样的很漂亮 然后杆子上面就有点像那个虎皮一样的 这边呢这个男蛇棒就非常的多啊 有一整片这种植子就是还是没有开花的 嫩嫩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种出来也没多久哦 还有更小的 然后这一朵的话也是 这个是开了的 然后这个是没开的 我也不敢碰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毒 还有这里这个红红的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啊 这个是蛇梅 从小呀 我爸妈就说这个东西是蛇吃的 有毒不能吃啊 大家在路上看到这种 看起来别以为是山梅就直接吃了 它是会快肚子的 继续往下面走吧 你看这里这些植物全部都是绿绿的一片 有的接了果 有的还没有开花 这个它的时间早晚都有一点不一样的 还有这里这里有很多棵哟 这里一棵 然后这里也有 我们这边这个蓝蛇棒真的好多啊 这个蓝蛇棒啊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植物 它在结果了以后啊 就是变成了这样 一整根一片叶子都没有了 然后它在没有开花结果之前 它就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叶子的 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果子生熟了以后 五颜六色那么漂亮 就会给了一种有毒的感觉 听说呀 有蓝蛇棒出现的地方啊 它是有毒蛇出没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且这个蓝蛇棒其实实际上是可以录药的 有一些疾病呢 它非要用这个蓝蛇棒录药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的 不知道你们家乡有没有这样一种植物呢 我这里又发现了一种奇怪的 类似三枚的东西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种树 它是我们以前没有绳子的时候 用来就是剥那个皮 做那个绳子用的啊 这种果子看起来像三枚 实际上啊不能吃 吃的会坏肚子的 我们去摘那种野果子的时候 类似三枚的一定要有四的那种 没吃的都是不能吃的 好了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了 我也要